在副总统在中央的打假信息的打假办公室 不知道有没有在运作 到底是假装打假吗 幼儿园未要案会有爷连日来都把矛头对准 副总统赖清德批评律营散布假讯息 我到议会直接面对所有问题 直接接受挑战 直接把事情讲清楚 我就是用这种态度 强调是自己主动去议会 市府处理案情也从未消极拖延 侯正迎反手围攻 但根据关键调查最新民调 赖清德拿下31.2%居贯 柯文哲稳战第二名 侯友宜还是垫底只有17% 侯友宜不怕挑战不怕困难 一一的来兑现务实的解决问题 我从来不会开空头支票 童年出炉的还有另一份林传媒的民调 侯友宜同样垫底甚至跟第二名的 柯文哲差了10% 其中在30到39岁女性知识度方面 更跌了约6% 再次反映幼儿园案对他伤害不小 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 侯友宜处理危机的态度 让人民厌烦问A答B 传说党中央要将竞选团队大换血 党主席朱立伦更可能亲自出马担任 竞总主委 因为我们起步比较慢 在团队整合上我们需要更加把劲 能不能摆脱老三命运 就等魏友案真相查明和侯团队如何转型 进行文家向方伯峰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